用声音 碰撞世界 生动活泼 您的生动早咖啡好了 请慢用 嗨 早上好呀 今天是2022年的3月11号星期五 这里是生动早咖啡 我是来自生动活泼的孟一 几条商业科技清解读和你打开全新的一天 想问一下你 你上一次使用现金是什么时候呢 你现在每天还会携带钱包出门吗 如果这两个问题你的回答都是否定的话 那么你每天使用的钱包肯定在你的手机里 也就是数字钱包 从十年前的扫码付款 到现在已经普及开来的NFC支付 手机钱包让我们的生活越来越方便了 可是未来数字钱包会变成什么样呢 那我们今天的清解读就与此相关 那在这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四条 简短的商业科技动态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新冠疫情的最新消息 截止到3月9号24时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官方网站的数据 全国31个省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报告新增确诊病例528例 境外输入病例126例 本土病例402例 其中吉林134例 青岛56例 蓝州59例 根据第一财经的报道 自1月9号天津首次报告本土奥密克戎感染病例之后 奥密克戎迅速成为了我国境外输入和本土疫情的主要毒株 目前安徽 甘肃 山东 陕西 上海等多个地方 报告的本土疫情都是奥密克戎变异株 再来看看香港第五波疫情的变化 截止到3月9号24时 香港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数据显示 当天新增25991例确诊 此外通过防护中心提供的申报系统统计 当天新增32766例 通过快速检测包自测上报的阳性病例 根据财新报道 如今香港疫情已经广泛扩散 早发现早隔离已经难以实现 但是重症和死亡的人数正在快速的攀升 3月9号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疫情记者会上表示 政府现阶段应对疫情的工作重点是 减少死亡重症及感染 将采取一系列措施 大幅度地提升医院收治新冠患者的能力 推行分层治疗 下面关注一下Lululemon的相关消息 根据CNN的报道 3月9号以瑜伽库闻名的休闲运动品牌 Lululemon宣布发售他们公司的首款运动鞋 Blizzfield女士跑鞋 这也标志着这家公司正式的涉足 竞争激烈的运动鞋市场 Lululemon的产品经理表示 这款跑鞋是专门为女性设计的 而市场上传统的女士运动鞋 只是较小版本的男士运动鞋 不管是Blizzfield 还是Lululemon后续即将发布的 另外三款女士鞋类 都是为了满足女性此前被忽视的需求 这次进军运动鞋品类 也是公司加速品类拓展的 又一关键举动 此前Lululemon从单一的瑜伽库 拓展到其他服装品类 就一度让自己的市值 占上了600亿美元 下面来关注一下亚马逊 对米高梅的收购最新进展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3月10号亚马逊 以85亿美元收购 美国电影公司米高梅的交易 将获得欧盟反垄断监管机构的 无条件批准 这项收购是在去年5月提出的 是亚马逊历史上 即Hofus全时超市之后的 第二大收购 根据华尔街日报的分析 米高梅庞大的电影和电视库 将会有利于亚马逊 Prime Video流媒体平台的发展 比如亚马逊能够获得007系列的版权 而007是电影史上最赚钱的IP之一 全球票房收入接近70亿美元 此外 米高梅在视频游戏领域的版权内容 也有助于亚马逊开展视频游戏业务 不过这项收购 还需要等待美国的批准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即将在3月中旬的最后期限前 决定是否批准该项收购 我们也将会持续关注此项收购的进展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 最近有些水腻的Meta 根据彭博社的报道 美国时间3月8号 社交媒体巨头Meta 因为涉嫌误导投资者 陷入了一场诉讼风波当中 根据了解Meta最开始宣称 苹果的隐私政策调整 对Meta的营收影响不大 但是在2月份 Meta又突然表示 他们预计这会导致高达 100亿美元的收入损失 而这一损失 与此前Meta对投资者所描述的 风险可控大相径庭 因此一家养老金信托公司 向旧金山联邦法院 提交了诉讼申请 该信托公司表示 Meta并没有对投资者 披露充分的信息 不过截止到目前 Meta还没有发表任何评论 以上就是今天 值得你关注的几条 简短动态 别走开 我们马上和你来了解 未来的数字钱包 会变成什么样 从二维码付款到NFC支付 科技的发展 让很多人变得越来越懒了 现在的手机抢夺了购物 刷卡付款等等 原来钱包的工作 很多人出门 都不再使用实体钱包了 手机里的电子钱包应用 已经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 而移动支付这个市场 也已经成为了世界上 增长最快的行业之一 根据CB Insights的分析 目前它的价值 大约为1万亿美元 预计到了2027年 将会增长到 7万亿美元以上 那么未来的数字钱包 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CB Insights的一篇文章 回顾了数字钱包的发展历程 也预测了这个行业的发展方向 接下来也让我们一起展望一下 未来的数字钱包 有几种可能性 可能性一 一个不仅仅是用来支付的 超级钱包 CB Insights认为 未来的数字钱包 不仅仅是用来付款 作为一个超级钱包 它是一个生态系统 用户可以在一个地方管理 支付 储蓄 投资 加密货币 贷款 保险等等 许多不同的金融服务 对于身处中国的消费者来说 微信支付和支付宝 从最初的付款工具 已经演变成了 几乎人人都在使用的超级钱包 它们围绕着我们的生活 也搭建了许许多多的应用场景 那除了线上和线下的消费 还能够购买基金 保险 支付你的水电费 预订机票 酒店等等 那对于国外的用户来说 数字钱包是信用卡 借记卡和银行账户的集合 而现在市场上 有很多这种功能单一的产品 想要在这片鸿海市场当中 脱颖而出 数字钱包们 就需要不断地增加自己的功能 在美国 现在有好几家金融科技公司 正在尝试变成一个超级数字钱包 比如说老牌在线支付平台PayPal 他们的应用程序 在去年进行了更新 除了钱包转账之外 还增加了高收益 储蓄账户 账单管理工具 个人小额度贷款 和加密货币的买卖等等 在欧洲 总部位于巴黎的Lydia 最开始只有转账的功能 后面 他们也陆续推出了借记卡 个人贷款 以及股票和加密货币交易等等功能 那这家公司呢 在去年12月 获得了1亿美元的C轮融资 现在是一个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独角兽 那除了刚刚所提到的两家公司 美国的Wemo 英国的Revolute 还有一众Fintech公司 比如说 SoFi Money Lion MY Finance 和前身为Square的Block 都瞄准了超级数字钱包 这个市场 可能性二 一个人工智能财务助理 一个实体的钱包 能够放置现金和信用卡 但是它不能够帮助你理财 想要帮助你理财 赚取佣金的财务顾问 却不能像你的钱包一样 来了解你的财务状况 CBNSize认为 未来的数字钱包 除了提供各种支付上的便捷之外 钱包里的AI财务助理 还能够帮助你制定 个性化的理财计划 一些传统的预算工具 仅仅是过往财务数据的聚合 只有基本的一些分析能力 而未来数字钱包里的 智能理财助手的功能 远不止于此 他们在人工智能 机器学习和大数据的支持之下 可以不断地审查客户的账单 管理预算 提出储蓄和投资策略 让钱包的主人 可以达到财务目标 CBNSize认为 更高级的智能财务助手 也可能变得更具交互性和主动性 比如说通知用户 他们最常消费的商户 有了新的折扣 创建自定义预算 或者是根据特定用户的需求 寻找最佳贷款利率和保险选项 现在新一代的Fintech创业公司 已经在利用人工智能了 比如说Twin 这家公司会提醒用户支付账单 取消那些用户 根本没有完全使用的订阅服务 另外总部位于英国的Clio AI 是一个基于人工智能的聊天机器人 它可以在和用户聊天的过程当中 提供个性化的财务建议 回答各种有关 个人财务和预算的问题 正在被瑞银收购的AI财务顾问 Wealthfront可以从账单支付 贷款审批 储蓄投资 所有方面进行自动化的资金管理 这家公司跟踪用户的储蓄和消费习惯 帮助用户创建投资组合 不过这些基于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的技术 都需要面对用户隐私的问题 而且现在的自然语言处理技术 还不能让AI财务助理 像真人一样和我们自然的聊天 不过也许在不久的将来 这些法律和技术问题都解决之后 你的数字钱包不仅能够帮你存钱 还能够帮你省钱和赚钱 可能性三 一个存放各种数字证件的卡包 实体钱包除了存放现金和银行卡 还能够存放各种身份证件 驾照和门卡 CBNS的报告认为 数字钱包不仅可以解决支付问题 还可以解决身份验证的问题 未来的数字钱包不仅可以存储身份证 护照 医疗记录 钥匙 还可以存储指纹 掌纹 和面部扫描等等生物信息 其实这个想法 也并不是全新的 现在很多的数字钱包都有身份证 登机牌 电影票 还有礼品卡 优惠券等等功能 数字钱包应用程序 Folio 可以扫描并且存储重要的证件 苹果的钱包应用 也可以存储用户的银行卡 登机牌等等 最近他们还宣布了一项数字ID计划 用户可以把他们的身份证 甚至是学生卡 都添加到苹果钱包里 国内的支付宝和微信 也都有类似的功能 可以在卡包里添加电子身份证 驾照 医保卡等等 也许在不久的将来 当这些数字钱包可以和政府相关部门 进行深入合作 数字钱包里的证件的有效性 能够被广泛认可的话 我们出门不光可以不用带现金 证件什么的也可以不用携带了 可能性之四 一个在可穿戴设备上的数字钱包 我们正在见证 钱包从实物转移到手机里 而在未来 数字钱包会出现在其他可穿戴设备上 十多年前 可穿戴设备在健康领域首次亮相 Fitbit智能手表 Aura健康戒指 和艾未追踪手镯等等产品 彻底改变了个人的健康监测 现在可穿戴设备行业 正在迅速扩展到支付领域 用户们不需要掏出钱包或者是手机 就可以完成交易 CB Insights认为 科技巨头 苹果 谷歌和三星 是这一领域的先行者 这三家公司都把自己的数字钱包产品 和自己的智能手表手环 结合到了一起 亚马逊在这一领域的发展路线 和苹果 Google都不太一样 他们推出了 Amazon One 这是一台掌纹识别机器 用户在这个机器上 扫描一下自己的手掌 就可以通过亚马逊绑定的 银行账户来付款了 但是把数字钱包 塞进可穿戴设备 不仅仅是大公司的专利 还有很多创业公司 在实现他们的奇思妙想 比如说框架眼镜 贴纸 珠宝 甚至是隐形眼镜 都是可以插入芯片 摇身一变 成为数字钱包的 那聊到这儿了 也想来问问你 你对于未来的数字钱包 会有怎样的想象呢 你最想要的功能 又会是什么呢 欢迎你在我们的评论区 和我们一块来聊聊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 生动早咖啡 我们在下周一 一早再见啦 拜拜 这就是今天为你准备的 生动早咖啡 希望能给你带来 一整天的能量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记得在苹果podcast 给我们五星 或者好评 也欢迎你分享 给更多的朋友 这会对我们非常有帮助 同时你也可以在公众号 和微博搜索 生动活泼 生是声音的生 这样就可以了解更多 与我们节目相关的信息啦 生动早咖啡 期待与你下次再见